在购买相机之后 第一个要学会的应该是光圈优先模式 因为这个模式真的是太好用了 您只要锁定一个光圈数值 选择一个ISO 然后就可以开始去拍摄了 其实无论从白天还是到晚上 都可以在光圈ISO不变的情况下 持续去拍摄 那么我们就假设我们只使用ISO160光圈F11去拍摄 从白天一直到城市的夜景 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我记得我在一开始学习摄影的时候 其实就是从光圈优先模式开始学起的 这个模式特别的容易 是因为您只要把ISO固定了 然后选择一个锐度比较好的 或者说自己想要的景深的光圈数值 拍摄的时候其实只需要注意快门速度的变化 像我现在呢快门速度是三百二十分之一秒 那么对于我现在使用的这个七十毫米焦段来说呢 它就是一个安全的范围 富士相机的光圈优先模式呢 和其他的相机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因为咱们这块呢没有那个AVA模式 当然XS10它是有光圈优先模式的 但大多数富士这种经典的波盘设计呢 是没有光圈优先模式的 那么富士相机如何选择光圈优先模式呢 首先呢咱们先把这个ISO的波盘放到一百六十 然后呢转动镜头上的光圈环 把光圈选到F11 快门速度这个波盘呢 选择A也就是Auto 让相机自动来判断快门速度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拍摄了 本来今天以为会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日落 没想到接近日落的时候这云啊都走光了 摄影就是这么有惊喜 在你准备了一大套 特别的兴奋 开始车到这了 发现满肚那么多一根 那就只能喝点茶 去点东西 多功能的后备箱 水 零食 雨伞 小推车 移动电源 这个车载电源呢 是我最近新添置的一件设备 因为在路上的时间长了之后呢 吃饭 喝热水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那如果可以实现热水的自由 那么像泡面还有茶水 咖啡都能够在路上随时随地的解决 如果平时我出来的时间比较长 从白天一直拍到晚上还要再拍夜景的话 我都会选择带一些吃的饮料啊 因为中间太累了 不仅设备需要充电 人也得充电 现在距离日落还有两个小时 所以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呢 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 担心这个晚上风开始变大了 先降低点 因为这个蓝盖其实支的高跟支的低 它都不妨碍 这个镜头都是穿出这个蓝杆的 所以高低其实效果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选择让它更稳定一点 像这种极为清醒的三角架呢 其实拍长曝光 延时什么的 也都是勉强可以的 把它给降低点 然后用它最粗的这截 放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 问题不大 夜景拍摄呢 其实是不需要任何滤镜 就可以实现一个长曝光效果的 更况且呢 咱们现在用的ISO是160 光圈F11 它的快门速度一定会降到15到30秒之间的 天越黑 它的这个快门速度就会变得越长 在初学摄影的时候呢 需要关注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 太多的参数 太多的设置 所以如果能够少关注几个 那么会对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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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是日落的时间了 快门速度降低到了1.3秒 现在也是日落过程当中最漂亮的时刻 所有的建议都是精彩才能 现在基本上就已经进入到了蓝光时段 现在的快门速度为4秒钟 有点云飘过来了 日落结束了它飘过来了 不过这也让夜景变得更好看了 现在日落基本上都已经结束了 快门速度现在降低到了10秒钟 不知道为什么我身后来了好多旅游团 当太阳完全落下去之后 快门速度降低的会非常的快 在短短的5分钟到10分钟之内 可能就会从2秒钟到现在的13秒 现在的这个时间段 是在日落后大概2分钟左右 属于拍摄城市夜景的最佳时间 此时的快门速度是15秒 光圈我依然用的是F11 ISO160 所以在15秒钟这么长的曝光时间之内 通常就不用再使用任何的ND减光滤镜了 因为那些滤镜会让快门速度变得非常的长 而拍出来的效果和15秒钟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现在天空逐渐的暗下来了 快门速度已经降低到了20秒 等这个天空整个都黑下来之后 基本上其实就不太适合拍摄夜景了 再拍摄夜景天空会过于暗 而城市的灯光就会变得超级的亮 所以它整个的光线的一个对比 就会看上去没有蓝光时段 看上去那么舒适 所以日落后20分钟左右的时间 是最适合拍摄夜景的 在使用光圈优先模式去拍摄的时候 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 通过不同的时间段 您可以看到快门速度的变化 因为那两个参数都已经是固定的了 所以只有快门速度在一直不停的变化着 所以我们可以去寻找到一些拍摄的规律 摄影它难在于就是每个人他拍的东西不一样 也许我喜欢的是城市风光 您喜欢的是微剧人像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所以在您的拍摄领域和题材当中呢 您可以去发现快门速度 对您所拍摄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影响 得嘞 今天就到这吧 天也黑了 我们也准备就回家了 咱们下期见 感谢收看李星星小肠 我是艾琳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